雨林的雨水丰沛 植被风龙茂盛 一切生命依着自然的法则在悄然更新 也掩盖了逝去的落叶枯藤 但是因为人的存在与坚持 这茫茫的大山里 这心散的村寨中 依然为我们留下诸多宝贵的遗产 离足医药是令现代医学恶然的医疗手段 在闸运乡方清村的小路旁 当地人随手采摘飞鸡草 芒果叶 益质等几种植物用力揉搓 取其香气即可治愈感冒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离足古商科医生王永基 住在五指山脚下 他和他的父亲 爷爷 岳父祖辈行医 治好了十里八村大量的骨折病人 被毒蛇咬伤是森林里生活的人 常遇到的危险 并且不适于远距离送进大城市的医院 一般来说只要不超过二十四小时 王永基总会有办法救命 因为他屋后的山里 有取之不尽的药材宝库 如今他的儿子已经开始与他一起行医 他们想让这种手艺传承下去 尽管收入不是很多 有人说这里的山中遍地是医药 这也被植物学家和药理学家的研究所证实 至少 槟榔 益质 杀人 八戟以文明中外 依靠天然环境的灵芝 牛大利 铁皮 石虎等 被越来越多的人热捧 其实远不止这些 远在大城市的人 对提高免疫力和抗疲劳的许多梦想 在这神奇的大山里得到育成 那些刚刚来到穷中的人们 如果恰逢每年一度的离族苗族 重大节日三月三 会为这种半自发兴致的全民欢聚 而惊讶得何不拢嘴 在中国许多民族都有三月三节日 但是这里的三月三 充满朴素欢乐的祝愿 传统的三月三 与海南离族的立法与节气关系密切 在农历三月三这天 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一起 用醉人的美酒和歌舞 祝愿这一年山蓝道鼓的丰收 猎物的丰富 同时年轻人利用这一时机 用对歌的方式寻找心中的恋人 关于三月三最早的记载 是宋朝 范城大 贵海余恒志中 其中有春泽秋千会 林栋男女 庄树来游 携手并肩 互搁互搭 名曰作剧的记录 如今它已经是当地离族 苗族和其他民族共同的节日 而另外一个完全自发的节日 就是离母诞辰 每年的三月三之后的第十二天 就是农历三月十五 是离母的诞辰日 离母诞辰庆祝是全部离族人 共同的大事 从三月十四日开始 来自全岛的离族人民 向他们心中的圣山 离母山汇集 古代天象和余地学家认为 离母山与天上二十八秀之一的女星相对应 如宋代赵卢氏的中藩志称 岛上有离母山 因祥光夜见 旁照四郡 按禁书分野属 物女记 为离牛物女星降线 故名叫离物 因而为离母 在风景别致的离母山上有两处所在 一处是天然的巨石离母像 他像以慈悲为怀的老母亲 满含关爱地注视着绵延无尽大山里 生活的离祖子孙 另一处是一座离母庙 庙虽简陋 却是香火旺盛 离母的传说已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不仅是离族的精神家园 更是一以贯之的民族纽带 对离母的诞辰祭祀 似乎在告诉这个民族 永远相亲相爱 互助友好 另外一位伟大母性的影响 已经早早地走出海岛 责备中原 历史上海南为中国 乃至世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 最为快智人口的 莫过于一辈天下的黄道婆 黄道婆从现今的上海 漂洋过海来到海南岛 向离族人学习织锦技术 然后把这种以棉花为原料的 纺织技术传播到中原 使天下人遇寒多了一种重要的布料 海南岛盛产木棉 高大者被称为英雄树 取其蓄作填充物 柔软通气保暖 织布所用的是一种生长于房前屋后坡地的极背棉 它相对矮小 异于采摘 它的棉花柔软细腻 呈现坚韧 是纺织李锦的天然原料 李锦的历史几乎与李族的历史一样悠久 李锦种类从春秋时期的岛仪绘服 绝匪之背到洁白细密的汉代广服部 从唐代著名的盘班部 到宋代以后的黎部 黎背 黎丹 黎坦 黎木 黎筒 黎曼 黎塔等 层出不穷 其实李族人很早就掌握了棉布纺织技术 曾长期与戴帽一道成为珍惜的贡品 这里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李锦的骄傲 龙背 龙背也称为崖州背 有些地方叫做大背 秀背 素有广服部之称 龙背是黎族织锦中的一种 是黎族在仿 织 染 织四大工艺过程中 难度最大 文化品位最高 技术最高超的织锦工艺美术品 是黎族 进贡历代封建皇朝的真品之一 在黎族人的心中 龙背不仅仅是一件用品或一件艺术品 它还饱含着本民族 对自然 人生 环境与秩序的朴实的认识 是黎族人 对这个世界的欧歌与墨拜 到如今 李锦的传统纺织技术在穷中的众多传承人手里延续着 他们从山里采摘纯天然的植物染料 将千丝万缕的棉纱染成心目中最美的颜色 然后通过一双双桥手将色彩与图案编织成绚丽的布匹 花色繁多 不同的织细有着细微的差别 但这不影响他们用着山林的赐语 对祖先的图腾的记忆与延续 对生活爱情的赞美 对生命延续的基本理解 苗族的到来也把他们自己的花色与工艺随身携带 独具特色的苗绣、蜡染 同样秉承着对自然的膜拜和理解 李锦和苗绣如穷中的山川地理丰富而质朴 不惜地严惩着民族的情感和标志 对大自然的深爱渗透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血液中 又从他们的身体里挥发出来 形成独特的民俗 荤俗就是这些民俗中最具生命里赞味道的一种 你看这个我们五世的时候才开始来讲个性解放 对吧 讲婚姻自由 这种婚姻在离祖那里 早就是这样了 早就是个性解放了 早就是离祖那婚姻自由了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 离祖婚姻中对生命的尊重是天然的反封建的 男女的关系对待是基于对生命平等 种族延续的完美理解的产物 清代张庆长离祺记文中记载 男女未婚者每于春夏之交 其极旷旷野间 男谈嘴琴 女弄鼻枭 娇唱离歌 为情投意合者 男女各见凑一处 即定偶配 其不合者 不敢抢眼 因此离祖的婚礼 也充满仪式性 又不失狂欢庆典味道 直至今天 虽然平时大家着装已经成衣化 但是婚礼上的服装一定是本民族的服饰 相对于离族的婚礼 苗族的婚礼装邪兼顾 婚礼是四面八方亲朋好友流水大餐的盛宴 苗家姑娘热情好客 以独特的方式俏皮地招呼客人 而当那个庄重的时刻来临 一套规范传统的衣程 不折不扣地开始了 这神圣的仪式在告诉新人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该如何彼此对待 祖宗的规范是怎么讲的 这双折断的筷子就是告诉新人 除非你们能够断块完絮 否则爱情不散 目前离族苗族婚俗 已经成为稀缺的文化遗产 被保护起来 在穷中同样被保护的文化遗产 还有那些记载历史事件的遗迹 磨牙时刻 这些历经风雨而昭然的文字 对历史的辛酸 文明的演进 进行着永恒的记录 到了枯水季节 万泉河中游的城坡河 露出临巡的怪石 人们会发现 抗日名将王毅将军 唯战能存的决心 这位曾经的蒋介石侍卫长 是海南城脉人 那些在公路开通前的古道遗存 荒草茫茫 掩盖不住探寻者的脚步 使之成为历史上大山深处 与外界联通的简易期待 百多年前 远见着实的 李族苗族领袖 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 带领这里的人民 抗击侵略 反抗压迫 争取解放 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历史遗迹 红色遗迹 他们在稳稳郁郁的雨林里 熠熠生辉 昭显幸福生活的重要历史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